老年古惑在陈小春遭遇韩式笔心动作,调识这事前不叫心 老年古惑在陈小春遭遇韩式笔心动作,调识这事前不叫心 近日,陈小春参加了一档节目,在节目中遇见粉丝妹子,而粉丝迎面走来的时候,用手指比出爱心的动作,被陈小春追问这个哪里学回来的 这一个笔心动作是从韩国明星做了之后流传开来的,随后无论是明星还是网友们便纷纷模仿,导致一时间成了一种潮流风气 而陈小春却不解风情地表示我们广东人叫钱 陈小春早年饰演的蛊惑在形象,想必在观众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而韩式笔心动作却和钱的动作十分像像 陈小春被网友们调谈有一种蛊惑在的感觉 陈小春接连着爆出金句,表示我们讲钱,不讲心,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一名蛊惑在了,心不重要,重要的是钱财 这一幕仿佛回到了以前扮演蛊惑的时光 陈小春的言行举止中透露出一种蛊惑在的直言,拒绝韩式笔心动作 网友们纷纷表示难怪当时笔心动作流行起来的时候,竟然觉得莫名的熟悉 原来是钱的演化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